台灣早期的中醫,也是很難考啊 像我們劉老師到大學是早期中醫啊 80幾歲那個年代的時候早期中醫啊 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中醫都被這個西醫排斥 那時候能夠生存是不簡單 所以要以爸爸為同 今天在那邊講的那幾個老醫師啊 什麼那個董醫師啊 毛巡人吶吹酒這些都老中醫 跟我的年代差不多了 我只是比較險景了,跑到國外去 這個有時候莫名其妙 總而言之 就是人出土以後,入土以後 但是以後老天都安排好了 什麼時候碰到什麼什麼碰到 西醫也一切因緣機會才碰到 所以你跑到那邊去學中醫這些 都是跟因為你拿到這個上天的這個能量以後 那時候我莫名其妙去學 那時候我覺得說西醫還不夠啊 因為西醫知道抗生日有很多問題 會影響後邊的優生學 所以我還是從中醫來積分去生日 所以這是你自己想到的還是上天 這是你自己想到的 怎麼天降下來跟我想都一樣 所以他有降下來跟你講 要你走這條路 要你走這條路 降下來要你走這條路 降下來是 我那個降下來的文給你看 哈哈哈哈 真好 那個文是就呈現在那個書桌放在書桌那邊 是的,人家寫的 人家寫的 那個文人家寫的 那是陳教授你口述 然後那個你幫你寫下方 這樣是不是 不是我鼓樹嗎 我是說那個上天 1985年 1985年南登古侯降職 降到一個我不認識的人 現在叫做梅花大師 降到梅花大師 那時候他也是潦倒的時候降到他身上 1985年降到他身上 他是趕快寫 這個是原稿 所以是梅花大師找到你 找到我 你這個人 不是他以前不叫梅花大師 以前他是一個建築師 以前建築師 那時候生意失敗 我跟他不認識 他跑到我的針手 趕快趕快 這個上天要降一個文字給你 我說 我這個是在看病 不管趕快拿 拿個那個珠燒筆跟黃色的指出來 我說好我沒有黃色 我就拿黃筆給他寫 他就寫 他說你是一個氣功大師 因為那時候要講這個氣 他聽不出來 那你是有行叫氣功大師 已經有3600日給你 對不對 我1975年接到我不信 他已經有3600日呈呈焉 你這個氣可以治疾治病 治神、治鬼、治妖、治魔、治怪 等來天下地上祈福 是不是 我前幾年回來 拉給苗花大師 他嚇一跳 這個是我的字啊 他都不知道 他已經忘記了 他說 欸怎麼會在你這 我說30年前 1985年 差不多30年 我說二十幾年前 你寫給我的 他想一想 欸好像有這麼一回事 他自己忘記了 現在就是美花大師 嗯 因為他辦完這件事 我開始上天給他 一個